不過我們就來看了 蘇花颱風其實在今天早上的11點 它的暴風圈已經觸入了 不過我們就要來看喔 其實在高雄的奇景 其實是無風無雨的狀態 但是你看馬路上居然淹水了 主要是因為碰上了跟上一次颱風一樣的狀況 就是碰到了大潮 所以引發了海水倒灌 導致這邊淹水了 那有些民眾是受水而過 甚至車還因此拋錨 而另外在屏東的東港馬路上面 一樣是因為大潮的關係也淹水了 快忙起來了 快忙起來了 大清早高雄奇景無風無雨卻淹起水 水幾乎要慢過階梯進到民宅裡 汽車急駛而過漸起大量水花 馬路上的淹水有小腿渡身 民眾趕著上班上課 就想在騎水上摩托車 還有的車當場熄火 車車車車車車喔 市場鑲道淹得像條小河流 雖然攤販店家照常營業 生意還是不免受到影響 第一位啊 你剛剛都沒有人 做生意的都沒有人 隔壁就想說休息好了 差很多 影響也很大 因為不方便啊 人家經過比較危險 就沒有 就不會停下來消費 高雄奇景中中路菜市場 30號早上5點多就開始淹水 由於恰逢農曆15號大潮 潮汐現象明顯 導致滴挖地區因為海水倒灌淹水 相關單位也緊急出動抽水機作業 屏東東港廟前道路同樣淹起水 民眾買完菜小心翼翼涉水而過 這裡的地勢比較多 比較多啦 因為我們的排水系統都靠這兩條 現在還說要做防災雜門 當地居民表示 每年農曆的六七八月的月中 都會因為滿潮海水倒灌 居民對路上出現積水已經很習慣 不過還是不免感到相當不便 記得說一題黃耀明洪榮兵SNG小組綜合報導 讓我們來看看 事務所在臺灣 幹事件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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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